美歌曲 很香 身體護理和香薰品牌十邦 已經來到香港了 還有一套快樂自學 究竟是什麼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Janice,其實你怎樣認識我們這個品牌 其實我們做這項有需要經常打扮 我自己也很注重身體上的肌膚 我覺得自己也要保持肌膚的狀態 要是Hu的狀態也非常好 所以我很喜歡在家裏做SPA 因為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到外面幾個小時做SPA 所以最好是在家裏做SPA 我之前在美國出旅行的時候 經過了Savon的店 我突然間聞到這麼香 那種味道是很獨特的 我進去看了 看到很多身體保護的產品 我自己也很留意很多身體保護 身體保護膚 身體保護膚 我很喜歡我草很多 所以我喜歡什麼都試一下 所以我試了這個品牌之後就很喜歡 哈囉 鍾薩 你這次為什麼會引入SPA 這個品牌 其實我們公司 明年六十周年 其實我們都有考慮過 我們除了做時裝 我們有什麼可以好做 我們去歐洲 我們去歐洲 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 經過一間Savon商店 我們進去裡面 好像反弄頑童 在裡面玩水 洗手 接了一些產品 我覺得很一般 我們覺得是時候可以 引入一些和時裝 這個說是沒有關聯的 其實是很大的關聯 因為我們戶客的層面 其實都是會喜歡買這類的東西 所以就創造了一個 所謂叫做 Synergy 當然這個是我們公司 將來會有一個方向 是除了時裝 我們都會引入一些 生活風格的產品 我知道 十邦都有一個快樂哲學 其實是什麼 快樂哲學 你看到他們的包裝 是很可愛的 所以他們在日本其實是很成功的 即是他們在包裝 在視訊 在味道 在味道 他們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我覺得理念就是 可以很簡單 來購物 不只是來買東西 而是享受過程 那你們今次的專門店 設計上面 有什麼特色 不能夠不提那個 Wishing Well 因為那個Well 其實是 在以色列 它有一個stone 叫做Jerusalem Redstone 是有些大紅色的 是那個地區才有的 原來在中東 或者以色列 洗手是一個很神聖的東西 即是跟religious有些關係 你去到那裡 你是洗手 就是去到那裡 對於那個地方 對於那個人 是有一個尊重的 所以是可以去那裡 洗手 自己去 experience 那些不同的香味 這個是它的特色 簡單的身體護理 其實都有很多哲學 那我就要問一下女士 去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我覺得女士 很多時候花些時間 在那個身體護理那裡 都不少時間 那我要多多後 你們的學習就是真的 謝謝你 鐘先生